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 我们先来看一条新闻吧 就是金正恩签了批准俄罗斯和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 我们先来读这件事什么件事 然后再来聊聊对我们的影响吧 朝鲜官媒消息指出 他们领导人金正恩11日签署了法案 正式批准了与俄罗斯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 要求双方在遭受武装攻击的时候 需互相协助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种朝向官媒朝中社于12日发布消息指出 金正恩11日签署了这一项法令 批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在双方批准后生效 该条约规定双方如处于战争状态 需立即以一切手段提供军事以及其他的援助 其实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之前 就是说韩国美国乌克兰都指的 然后俄罗斯境内有一万名差不多朝鲜士兵 准备支援俄罗斯 然后进入乌兰战场 其中最后泽兰斯基也证实了 他们在战场上其实有这种朝鲜士兵的伤亡 也就是说朝鲜其实已经派部队参与了这种俄乌战争 为什么说俄罗斯要跟朝鲜去签署这一项共同防御 这种共同防御条约 其实也其实看出来了俄罗斯的强农尼末对不对 他已经就俄罗斯对吧 他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很难再去再去征兵再去做这件事情啊 可能会使老百姓反弹 然后俄罗斯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使人来支持啊 然后朝鲜朝鲜有人啊 并且他支持呃 就是金正恩支持朝鲜人给俄罗斯的话啊 并不是并不会太受这种国家的反弹的 毕竟它是一个专制国家 呃 但是说朝鲜需要什么 朝鲜需要俄罗斯的一些技术啊 这种导弹技术 还有可能就是核技术啊 这个东西其实是 朝鲜日本非常不乐意看到的 突然中国也非常不乐意看到啊 嗯 没有办法啊 然后俄罗斯说这种情况下啊 他希望 嗯 对吧 很多的胜利果实就在眼前了 他希望再撑一段时间 把这个 把把把这段时间给撑过去 然后他就可以说 嗯 跟 嗯 跟美国或者是跟欧盟或西方国家啊 重新再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呃 重返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啊 条约或者计划吧 嗯 所以说他需要一些人 然后 嗯 要等到川普一月二十日上台 所以说 嗯 他就需要金正恩 派一些韩国部队 顶上去 嗯 然后金正恩也是啊 同样他需要一些武器装备技术啊 和一些俄罗斯的一些支持 粮食和能源的一些支持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中国啊 韩国都不愿意看到 那谁也不愿意像 呃 像朝鲜这样的一个国家 拥有核对吧 拥有核武器 那他就在周边 呃 经常叫嚣 时不时的放一个导弹啊 那其实谁也受不了 特别是 他拥有了核武器之后 呃 哪怕金正恩他不放 对吧 那一天说不定他政权不稳 被谁 一个非常的 嗯 什么 呃 疯狂的人上来 夺取了政权啊 那其实谁也不愿意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 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吧 啊 对我们所以说 嗯 反正对中国人来言 啊 大家也是不愿意 不是乐见其成的啊 不愿意他们 就算两个 呃 中国的战士邻居吧 呃 他们联合起来 其实对中国也不是一件好事 好吧 我们大概知道这条消息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